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观念 我的学生在看了我的直播以后 他就说老师按理说袁世凯 他在那时候 他登基的时候他是日主受克 可是他登基的时间点 他说他是丑日 他只丑一合的话 止水不会去克四活 我就跟他讲 就是说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又在犯一种叫神算 他在亥月止月的时候都是日主受克 他说对啊 那你月的日主受克 你竟然要用日子去推翻他 有可能吗 整个月都不好 有一天的好日子 各位他登基那一天 就算他是好日子 隔天他又是什么 又是坏日子啊 因为又回到月的这个能力去啊 是不是 你的日子就只有一天 两天好而已 其他的时间都是对你不利的 所以这个就是啊 很多人常会有的一个迷思 我们常讲的叫偷鸡啦 叫偷鸡 这个明明不能做 那你就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日子 各位就只有一天而已 又不是像那一种 一天就可以完事的 一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了 那你当然用一天来找的话 那可能对你是有利 但是很多东西都不是一天可以处理掉的 他都是不断不断的 例如登基完了以后 难道他是当一天的皇帝吗 他当然不可能当一天嘛 对不对 隔天以后是不是又没有了 排列组合又回到日主 日主授克的时候 是不是啊 他又开始在不顺呢 所以这一边就是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其实呢 大运 流年 流月 他的一个效力来讲的话 当然呢 他们的效力越短的话 他是越强没有错 可是他的持续的时间就越短 了不了解 他持续的时间就越短 你这一年不好 有几个月会好 可是就是那几个月而已 那几个月过了以后 他是不是又回到不好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他的一个持续影响性 我们一般就是大运 会大于年 大于月 可是呢 这个是一个持续的影响力 但是呢 短期的影响力 却是颠倒过来的 短期哦 短期 这个月 就要看 流月 他怎么去带动 这个年就由年去带动 可是呢 他是短期内会带动 可是在长期 他还是会以大运 所以 下一次我们不是在讲了吗 大运 他的持续性很长 流年呢 起起伏伏的 起起伏伏的 他都会回到 他大运的一个君子 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还是会以大运为主要的依据 那流年呢 这一些呢 都是什么 一个起伏的一个项 他会在短时间里面 造成了大好或大坏的一种特质 可是他并不持久 他不持久 所以学生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是犯了一个 叫做以短 要怎样 推翻长的 不可能的事 有没有解 他长期的一个趋势 就像股票一样 现在已经在跟你说 他的趋势已经在向下了 你不能够因为 涨了 他就很好 他是 他趋势是向下的 长期而言 他就是不行 有没有解 但是呢 很多人偏偏就是在追求这种 短期的 所以我一般 就跟学生讲就说 这一种的 不要当神算 这一种的日子 那是一种偷鸡而已 你不好当中 你这个月不好 你跟他挑几天好的 他那这几天好的 他 能够做什么事 一天他能做什么事 他能做什么事 没办法嘛 很多的时候都没办法嘛 所以 各位 你就要知道就是说 像这一种的 我们都不会建议 像这一种的 什么挑日子 择日 都是同样的问题 他不顺的时候 你挑一天给他 就只有那一天好而已 其他天 还是依然不顺 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 这个就是 很多人会有的一个迷思 明明跟他讲不好了 就跟我讲说 哪几天会比较好了 基本上 那几天好 有屁用吗 就很像股票 反弹一下 让你有机会 扑又下去了 那只是会让你受伤更严重而已 但是你假如知道就说 都不好 你会跟他拼搏吗 当然不会嘛 我就休息就好了 我都知道不好了 我只要过得去就好 我干嘛 还要跟他 在那边拼生死 这不是一个 在玩命的动作嘛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到 就是说在批八字的一个过程里面 为什么呢 你我们批到动态的时候 大运 我们还要看他每年的一个情况 每年还要看每个月的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 怎样 变化的 虽然大运主导了 可是 绝大多数 他还是会面临到年 还有月的一种情况 所以他他只是一个 类似像平稳 他只是他的一个趋势 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他不像榴莲 哇 这么大 他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 大运来讲 我们常常讲 你这个大运 是这样子 可是呢 各位 你不要以为你有一个好大运 你有一个好大运 你就可以 哇 以为你天下无敌了 没有啊 你没 你要知道啊 有的时候会很好啊 有的时候会很烂啊 你要失败非常非常快啊 你有一个坏的大运 你有一个坏的大运 那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长期他是一个不好的 但是呢 你能够不能够躲过 你只要躲过了 你可以掌握往上的 那也OK啊 那也不会太差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我们一般来说 大运的好 我会叫你警惕 那大运的坏 那我会叫你先保守 然后呢 在什么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才动手 各位 但是呢 那一定要以年为单位 而不是呢 以什么月啊 也不是以什么日啊 为单位 你一个经商的有可能是这个月做完 下个月就休息嘛 不可能嘛 所以在创业或者是你很多的事情 他是以年为单位下去看的时候 就要知道是哪几年要特别注意 然后当他了解他这几年好的时候 那才会跟他讲 在这个好的当中有哪几个月要特别小心 那一个不好的年 我就基本上就已经放弃掉了 就算他会有好的时间 太短太短 所以这一些 就是在批命的时候你要去注意的 不要去拼搏 不好中就不好的 就不要再拼搏 好中要去注意 危机点 这个都是我一贯的一个概念 不好我就放弃了 好中我要注意危机点 因为毕竟成功 很慢 失败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各位你要去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不好中干嘛去跟他拼好呢 不好就不好了嘛 我就省着不要做事就好了 那好当中我抱持的小心谨慎的态度去经营 那这样子 你才会一步一步的往上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